今修净土 诸乎行进 幸为其物 明亦甚也 这段话统统是 廉池大四书的 我们今天修净土 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论得到的信息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要有坚定的信心 不能怀疑 怀疑这个利益就失掉了 耶稣告诉我们 有天堂 善心善心的人 将来以后都今天了 是不是真的 一点都讲 佛说的详细 佛说听有二十六成天 基督教没讲那么多 基督教虽然没有明书 我们修佛的人很清楚 天有很多层次 高地不同 行小善 生下面的天 修大善 生上面的天 都是天堂 他一个天堂 把二十六成天全包括了 那么基督教没有讲出六道轮回 天堂在六道轮回里面 他讲天堂 讲地狱 他们一讲六道 至少有四道是肯定的 天堂 地狱堂 人道 出身道 这里看到 至少就四道承认 那么佛说得清楚 这个六道不是佛 首先说的 佛没出事 婆罗门教就说了 婆罗门教 比佛教 大概要早一万年 他们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为什么能清楚 他们修禅定 四禅八定 是婆罗门教修行的 四禅八定 能够把六道轮回的状况 搞得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所以佛陀教学 在小城里面 所修的禅定 就是四禅八定 但是 婆罗门教 四禅八定 没出轮回 佛教出轮回了 佛教知道 轮回外面还有什么 他们不晓得 他们就到轮回 到飞翔飞飞飞 天就为止了 以为那个地方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大涅槃的境界 这是个误会 佛指导 佛道了 第八定 再深入 朕的第九定 看到四圣法界 圣文元旧菩萨佛 看到这个 再入更深一层的定 超越四法界 看到一真法界 完全用定空 释迦摩尼佛是从禅定开悟的 大车大悟 是在毕波罗树下 印度人称毕波罗树 现在称他做菩提树 这个树下入定 大车大悟 民心坚信 这就是称佛 称佛就是民心坚信 自信里面的体相用 明白了 这真正是究竟圆满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法从哪里来的 全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这次开始教学 教学的目的 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基督教教 耶稣教学的目的 跟佛徒很相似 耶稣教学的目的 是把人的 卧业 消除 以这个 为教学的宗旨 佛法的教学 终极的目标 是令一切众生 利苦的路 利苦乐是苦 迷雾是阴 佛知道 这个阴苦 所以在阴上下功夫 教人 断悟修圆 用什么手段 落实呢 用教学 讲经教学是手段 目的是帮助众生 破灭一口 迷 断了 苦就没有了 雾要是开了 落就得到了 佛用这个方法了 一生教学 再看经典里面 佛给我们介绍 舍方 无量无边 祝福 插土 所以这 所有的这些 祝福如来 法神菩萨 他们干什么 通通教训 我们中国老祖宗 2000年前 礼记 学记里面提出 建国军民 教学维新 教学维新 年轻年 那 佛比我们走 释迦牟尼佛 2500年前 教学维新 教学维新 他自己亲自落实了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整个宇宙 解决任何问题 最妙的方法 就是教训 教学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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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维新